县长林明珍前往国庆乡会刊 长流村制棚桥修护工程 由于制棚桥码头出现均裂及掏空情形 如不尽数改善恐危及桥梁安全 县长当场指示县府公务处 尽数发包加强桥蹲基础 避免损害扩大 国庆乡长流村制棚桥有岸 部分的桥头引到处 引上方的排水沟泄流而下 枪杞冲刷造成掏空情形 警议员崔美玲其地方人士反应后 县长林明珍特别前往查看 并指示先行改善 以保障当地的民众建筑村里的安全 这个制棚桥的基础 已经这个主部长做了很久 这个基础大水都被冲 已经快要垮下来 如果我们不快速来修复 恐怕整个桥顿 整座桥 制棚桥 包括周边的桥顿都会垮下来 尼县长及议员邱美玲都相当关心 盖桥的回损情形 也指示工作尽数修复 补墙桥顿基底 以防止在雨季来临时造成危害 今天县长也承诺说 就是赶快把这个桥梁基础 这边把它掏空的部分 赶快把它补墙 以免说万一说现在雨季来临了 大水来的话 把整座桥都冲回 这个有急迫性的 我们会马上尽速来修复 如果不赶快修复的话 将来这个整个桥断掉的话 那么将来所花的经费更多 所以我们今天来会看之后 我们县政府绝对动用100万的经费 把这个桥赶快把它修复完整 不要让它继续再受侵害 另外 县府委办 这新的桥梁检测资料显示 盖销有桥梅护人 部分的桥台裂缝 几大梁顶钢筋裸肉 袖石等较严重的损坏情形 期待先行改善 县府将针对掏空处 以水泥填补强化 便施作排水民沟 引导水流避免继续掏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